好 可以 只要一湯匙應該就夠了 來 比焦下來 小明 你應該拿現成的 給它對照 太痠了啦 太痠了 天啊 怎麼可能 太痠了啦 兩匙 兩湯匙 騙人 太痠了 好痠 這個 還是痠狗 好壞 太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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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檸檬圓是太檸檬了 好壞 你是我皮膚都出油了 這樣是不是 剛兩匙了對不對 再來 等一下 我們這個是原來買的 全糖 好酥 全糖的一定好喝多了 然後現在你再喝一下 待會兒你記得這個甜的味道 我們來比照 待會兒調到跟你那個味道 所以原本檸檬就會加這麼多嗎 所以要試一下是不是 好好喝 你喝不停 天啊 我們就是喝這個 這才是對的 這個甜度 好對不對 我們幫大家來調 來 繼續 這邊可以留在這裡 對 這裡留在這裡 再來一湯匙 好 三湯匙 三湯匙 應該差不多了吧 多了幾湯匙 好酸喔 要調到他們覺得好喝啊 我們有喝到那麼甜 差不多了 因為它是小飛的 差不多了 來 甜 你幫我喝一口 太誇張了 甜度可以嗎 這個比較好 還不夠甜 所以我們調的還不夠甜 還不夠甜 還不夠甜 來 再一次 真的很重甜耶 這真的比較酸 還不夠甜 來 再一次 我沒想到你們會這麼似甜耶 不是... 我們要不要講這麼多 不要這樣子 你們也是喝這個樣子好不好 可以小飛的 你們也都是點這種的吧 好 五十半 好甜喔 都看不出來 裡面竟然有那麼多糖耶 太誇張了 你們喝最準 真的 等一下 來 來 來 我也來喝喝看 好 差不多了嗎 我們吃吧 一樣了 一樣了 差不多 可以了 差不多了 五十半喔 對不對 五十半的果糖 來 差不多啦 變好喝了 可以喔 好喝 剛剛如果你把這一杯 我調好的五十半的果糖喝下去 換算成方糖的話 大概就這麼多糖 十顆 你說這一杯裡面有十顆融在裡面 對 十顆 可是我們一天喝很多杯 我們會喝光 我們會喝很多杯 那一般通常我們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喝糖的話 像一般女生大概是 一天是最多 就八顆方糖的量 男生九顆 所以你隨便喝一杯 都其實都會超料 超料 這些糖 都是屬於精緻糖的部分 所以它直接 轉變成 剛剛何希她剛剛提到的 它的肝 它的肝什麼問題 就是 再來就是代謝症候群 嚴重的話 這些糖會轉變成脂肪 三酸肝油脂塞在血管 就會造成 所以 很多人會瘦瘦的 但是為什麼會中風 為什麼會有糖尿病 還有糖尿病的問題 胖在體內對不對 對 其實血脂都過高 所以就是說 簡單的說那個名字叫 腻脹脂肪 腻脂肪過高 這個就直接是連結的就對了 所以剛剛不聰明 還感覺是小屍了對不對 你會覺得中風 心血管疾病 它的風險更高 也很危險 這是大起雞皮疙瘩 好可怕 我們讓大家認識一下真相 對 謝謝營養師 謝謝 好 王老師 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手搖的飲料 除了我們這個含糖量這麼高 其餘它還有什麼隱藏性的危機嗎 對 除了剛才我們提到幾個 大家擔心的這些疑慮以外 對 我們現在的風險除了這個 我們台灣本地產的茶葉 其實都不夠喝的 何況手搖杯店 這麼多幾千上萬家的 一部分的風險還是大家要擔心的 就是所謂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 之前報導的所謂越南茶 因為我們台灣產量 根本不足以滿足 我們自己生產的茶葉 國內都不夠喝 不足以滿足 你現在喝掉的一半 對 我們產的大概只有一半 另外一半哪裡來 國外 這是一個問號 對 這是一個問號 當然越南茶的風險 大家都知道 這個早期的這個月戰 灑下那麼多落葉劑的 這個餘毒其實還在 這餘毒還在 我們政府要做很嚴格的把關 這個時候有時候 我們就不容易知道來的風險 就是說進來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檢驗得很合格 其實這個就是考驗 很多商家的良心 沒錯 因為當然越南茶它的成本 比國內的茶葉低很多 所以很多人會拿去混 但是你說我用台灣茶 但是如果你只要裡面混了 有一定比例的越南茶 其實你喝到還是有越南茶的 但是味道你是喝不出 它是越南茶 喝不出來的 這就考驗良心了 你知道嗎 可是天氣越來越熱 還是很多人會想要說 喝杯什麼 那如果說 為了這個健康的問題 我選微糖好了 半糖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聽起來好像是不是好一點 對 會不會好一點呢 營養師 其實這個是 某一家的那個調查 發現說 半糖 少糖跟微糖這個量 大家其實看這個量 就看不出來什麼 你看這個方糖酥就好了 對 這是700CC 700CC的 全糖的話 有14.5顆的防糖 對 然後另外 少糖 你就覺得少一點對不對 大概我們在講的 所謂八分糖的部分 大概有9.8顆的防糖 也超過你一天的攝取量 女生就8顆而已 如果是半糖的話 平均落在大概是5.8顆左右 對 如果你是真的喝 像剛剛提到比較酸的飲料 確實它都會比較 就比較多 對 比較超過 那微糖的話 大概是落在3顆左右 所以這個風險其實是很高的 那有沒有什麼 什麼糖地雷這種手搖杯 是我們大家要稍微小心避免 提醒一下 因為像有些人他可能覺得說 那我不喝糖 我去點手搖杯飲料都不喝糖 但是他會喝一種叫做 類似像乳酸飲料加的茶 有沒有 茶多多 多多綠 多多檸檬 多多紅茶 那他會說我不喝糖 那事實上 這些所謂的乳酸飲料 它本身就有糖了 所以蜂蜜也是 其實蜂蜜很多人誤解它是健康 其實蜂蜜本身也是糖 而且蜂蜜其實我會選第二名 如果是蜂蜜綠草 我會選它是第二名 因為蜂蜜也不甜 所以基本上你要達到你的口感的話 它其實勢不宜要加很多的糖 蜂蜜多吃 下次如果你不相信那個乳酸的飲料 其實你可以去買市售的乳酸飲料 它裡面有營養標示 你去看它那個金字糖的部分 它一定會有寫它多少克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一顆方糖是五顆 如果它寫二十克 代表它是有所謂的四顆方糖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說不加糖 但是你卻點的是乳酸的飲料 它裡面其實還是有金字糖 那我想問 因為有的手搖杯它現在會講說 它用的不是果糖 它是用蔗糖 蔗糖 蔗糖是不是就比較好 大家會以為它就是甘蔗糖 其實如果以前是這樣子 現在也沒有這麼多甘蔗 所以蔗糖它其實就是 現在有一個人叫做 對…每一個飲料很多都會寫這個 對 它會說我不是果糖 我是這個蔗糖什麼的 那真正蔗糖它其實分解之後 它還是會變成果糖跟葡萄糖 這是一個糖類正常代謝的過程 所以一半變成果糖 一半變成果糖 但是這個部分 是在人體體內它去代謝的 但是高果糖 玉米糖 它是什麼 玉米澱粉 它用一個酵素發酵之後 它的成分很類似所謂的蔗糖 它也是有一半的果糖 一半的葡萄糖 所以香味啦甜度都很類似 但重點是什麼 它還是糖 它是比較健康 有的是天然的來源 但是它並不代表說 你就可以多吃 因為糖它造成我們的血管發炎 失智 以及一些 用失智 好不好你們已經有點 記不太清楚所以一再強調 對 失智 還有皺紋 皺紋 像你說多吃一口糖 就多長一條皺紋 對 就老化了 血管老化成績 以及對一些身體的一些影響 其實都是一樣 所以總量是個重點 並不是說好的東西就可以多吃 就算它是好東西 比方說我們可以用黑糖 它是天然的 或是紅棗的糖 或枸杞的糖 來代替這些 甚至糖尿病的病人都可以吃 但是你吃過量 它一樣就是糖太多 對 好 不過講到這個量的問題 那王老師 那個量怎麼抓一點 其實以量來講 當然今天我們如果不考慮這個咖啡因 當然在國外每個國家有一些標準 那一般我們建議大概 如果你綠茶的話 我們一杯 一杯大概是150c的量 其實就可以達到保健作用 那美國的這個防癌協會 他們有建立 如果你以防癌的角度來講 只可以喝到500c.c 兩公克泡100c.c的水 這樣的標準 這國際標準 就是2%的茶葉的成分 那這樣的話 一天喝兩杯到四杯的量 這是可以達到養生保健的功效 那最後請彭醫師再告訴我們一下 就是哪些原則 喝茶養生不傷身 是 所有的手搖杯 或是任何含糖飲料 在中醫叫做含苞熱 含苞火 就它是冰的 你喝進去 但是它裡面的甜分是一個熱量 所以你吃進去身體 它會發炎 它會使身體更加的躁動 會使身體更加的老化 所以這種含苞熱的現象 會讓你的身體越來越不健康 那如果大家一定要喝 其實我建議一下 美阿得是個很好的建議 第一個它沒有咖啡因 第二個它的性質是為良為苦 適合我們台灣的氣候 而且 所以夏天很適合 再來就是 對 一定要喝茶的話 建議是喝茶葉 自己泡的茶味茶就好了 那茶味茶它苦寒 可以寧心安身 其實苦味 它是一種刺激的東西 它可以讓身體不好的東西 吐出來 所以如果你覺得 對苦味不能忍受 表示身體有非常多的毒素累積 那就試著去吃甜苦 可以養心養胃 這是我們喝飲料的一個大原則 提供給大家 沒錯 到底聽懂了沒 我們人是已經夠苦了 好累 夠苦了 我們才很像光明麵 所以這個茶 雖然我們茶道文化是非常久的 但是喝得對 我們當然就可以嘗壽 但喝不對 有可能有一刻你就忘了我是誰 還是要改一下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